8月分手魔咒在娱乐圈内已经开启,不少情侣纷纷中招,这个8月即凌晨看清词,欧豪马思泉等等都宣布和平分手,让人不免心慌,下一对又会是谁? 当然,也有打破分手魔咒的情侣,例如张若云唐一新,管小彤陆哈,至今还没传出有不合消息,张若云唐一新在近日还被传一次两人,以资象领证,不过都没有正面回应,熟若是真,导演祝福了,娱乐圈内还有景田张继科,这样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, 圈内女艺人跟运动员走在一起也是头一力,两人平常很低调,但爸的微博却总是在隐隐秀恩爱,当初公布恋心也是许多人表示祝福在昨日深夜,张继科突然更活,陆总要去走才能宽阔,人总要放弃才能拥有,附近江湖,总有是非,恩怨笑谈,风波主查, 突然忧虑起来的张继科,这只人总要放弃才能拥有,吓坏了不少粉丝,网友们纷纷表示,跟景田分了,在今年七夕,两人似乎也没有一起度过,张继科更是在当天发安, 旧西快不快乐其实不重要,当初网友们就一又一律,旧西干啥不幸秀恩爱了,张继科突然的深入感叹,确实令人有些疑惑呀,毕竟像样子当初,也是忽然深夜发安,第二天就公布了分手, 无论如何许多网友还是希望张继科景田这一队能走到最后,究竟是否已与景田分手呢,张继科深夜发安,人总要放弃才能拥有,这句话又是寓意何在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